全都怪我 不该沉默是沉默 该勇敢是软弱 如果不是我 哈喽各位这里是音乐猛太腾 我是小凡 我们都说实力歌手从来都不会畏惧舞台事故的考验 哪怕在表演途中不小心遇到音响故障 也能从容应对 轻唱就唱 不过即便是在台下 只要他们想唱歌 那个真是随时随地张口就来 比如前段时间邓子齐就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 发布了一段煎熬的翻唱过过嘴瘾 要说我们姐姐邓子齐 可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轻唱狂人 不管是私下还是节目里 每次都能来上那么一嗓子 一开口就能站住全场 要不怎么说 听邓子齐的演唱会实在太吃亏呢 因为完全就跟CD一模一样啊 爱能够从人学位 看他讲的聊天叫做音响故障的唱歌 据说大鱼这首歌表达的其实是父母对于孩子的期盼, 腾格尔老师这么一翻唱,瞬间就把一位恋家的孩子, 歌奉手让孩子去闯的老父亲彼此思念的心声给表达出来了, 跟周深的原版比起来,有不一样的身形和温柔。 不过我们周深也有着唱功勉俭的实力, 前段时间在担任选秀节目的导师时, 更是用这一段简单的轻唱让学员们震撼不已。 虽说张绍涵是公认的童年女神, 可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她的唱功确实没有丝毫退步, 前脚用一首《星辰大海》带来了神机表演, 最近我又在网上发现了一段她早期接受采访时, 跟着吉他伴奏就轻声唱起来的片段, 竟然唱出了一种小情心的感觉。 你说过牵手就算约定, 但亲爱的那并不是爱情, 就像来不及许愿的流星, 再怎么美丽也只能是藏起。 不光在台房里随随便便就能轻唱, 在台上更是不需要伴奏的存在, 张绍涵在一场哈尔滨的商演上, 本来这在为大家插着这首运行的翅膀, 因为觉得伴奏表达不出自己想要的意境, 竟然当场叫停了伴奏, 改成清唱。 你和我们的音乐先站停下, 我们的音乐先站停下, 我终于看到, 我终于看到, 最后的年轻的时刻, 别让别人倒了, 我终于要是, 用心定忘不害怕, 哪里会遥风就飞多远吧。 都说张绍涵的声线就是他独有的防伪标识, 这么多年都是一样的空灵和清亮, 遇到合适的伴奏更是能发挥他的优势。 节目的最后,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他这首改编版的欧如拉,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关注, 我们下期见, 拜拜。 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 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 魔力被击挂, 喜欢的语言, 赶快去找不思议的爱。 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 照亮我们勇气的未来, 魔力被击挂, 传熟的语言, 原来就是恋人的眼光。